这些金流都非常的异常嘛 就是刚好在柯文哲重新受理了 金华城的澄清案 然后交办的时候 却有陈佩琪有异常的金流 157万 而民众党就收到了 威京集团7个员工 210万的捐款 这都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说柯文哲一边交办 然后一边收钱 那现在都已经大工作 把这两个最重要的 在沈庆经身边掌握金流的朱雅虎 跟柯文哲的大帐房李文中 两个人都收押 代表这个案子已经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不过昨天在深压李文中的裁定书里面 其实有写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认为李文中虽然否认犯刑 但是他这个法官认为检察官所说 就是李文中可能会串联 勾结一些还在外在好的共犯 而这个可能的共犯 是不是就是黄珊珊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大帐房李文中 还有时任的北市兵役局长朱雅虎 现在双双因为金华城案遭到羁押禁件 其中朱雅虎更是已经喊成行贿 尽管李文中他是否认到底 但是也被北市议员简舒培整理出了一份时序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微经集团居然有7名员工 是陆续捐献了210万给民众党 所以也被执意说难道柯文哲是一边收钱一边来交办吗 再加上其实柯文哲的太太陈沛琪先前也有媒体报道 他是在2020年间有陆续到ATM去存入157万 这笔钱会不会跟这微经集团之间有一些关联 来听一下简舒培的最新说法 这些金流都非常的异常 就是刚好在柯文哲重新受理了金华城的澄清案 然后交办的时候 却有陈沛琪有异常的金流 157万 而民众党就收到了微经集团7个员工210万的捐款 这都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 柯文哲一边交办 然后一边收钱 那现在都已经大动作把这两个最重要的 在沈庆经身边掌握金流的朱雅虎 跟柯文哲的大帐房李文中 两个人都收押 代表这个案子已经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不过昨天在深压李文中的裁定书里面 其实有写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认为李文中虽然否认犯刑 但是他这个法官认为检察官所说的 就是李文中可能会串联 勾结一些还在外在逃的共犯 可能的共犯是不是就是黄珊珊 好可以听到 因为民众党昨天针对这笔210万的正式现金 他们只回应一切是合法合规 那黄国昌也拿郑文灿的案子来比喻 他说至少没有象征 郑文灿这几千万的政治现金是来源不明 不过其实也可以听出来 民众党对于这笔政治现金 这也被议员来形容的这个辩驳有一点苍白 似乎对这笔金流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做解释 以上就是我们再来想要掌握到的真正情形 还蛮好笑 就是说黄文中那个MOOC啊 然后什么众网通通都是 对啊 终于设立的 跟民众党没有关系 这个是试图要切割吗 呃民众党现在使出切割数啦 就把所有的错全部都切给黄文中 就是说上个礼拜六的时候 李文中被收押 然后民众党被询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民众党先说这个李文中已经是被开除的党员了 所以跟民众党无关先切割一次 然后今天呢又看到媒体报导说 包含众望基金会包含MOOC 都是李文中的典质啦 所以如果这些单位有搜索不法的话 又都是李文中的错 全部都切给李文中 但他们忘记李文中已经是被开除的党员了 而这些包含众望基金会包含MOOC 最后的那个实际的支配人就是柯文哲 不管是谁的脸子 但实际受益者实际支配者就是柯文哲 所以民众党我觉得你与其要切割李文中 不如干脆整个切割柯文哲 才能够一了百了啊 因为现在对民众党来讲最大的那个毒瘤就是柯文哲 那个议员就是你签对 因为刚刚有讲到李文中嘛 但是因为柯文哲跟李文中是多年的好友 那今天柯文哲没有指示李文中敢这样做吗 这样柯文哲真的可能不知情吗 柯文哲对于MOOC 对于众望基金会 对于所有的金流都不会不知情 因为他就是最清楚的那一个人 包含众望基金会的成立 包含木可公司的成立 都是柯文哲对外宣布的 所以如果没有他的认同 不管众望基金会或者是木可都不会成立的 所以现在事发了 哦 开始被究责了 柯文哲还要开始切割李文中 然后来排除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这是不会成功的啦 因为最终的受益者 跟最终的对这些单位的实际的支配人员 都是柯文哲 因为现在包括朱雅虎 还有李文中都被收押嘛 那看起来有收钱了 有收钱了 那是不是柯文哲接上来 再起诉可能就快了 嗯 我觉得这已经到 检方已经到了后面的整个收网了 因为包含李文中 包含朱雅虎 其实在这个案子开始 不管是木可的这个政治先进案 或者是金华城案 这两个人其实早就被掌握了 但检察官在第一时间 并没有深压也没有收押他们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是要让整个案情再跑一下 那现在都已经大动作 有把这两个最重要的 在省庆经身边掌握金流的朱雅虎 跟柯文哲的大帐房 李文中两个人都收押 代表这个案子已经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不过昨天在深压这个科 李文中的裁定书里面 其实有写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认为李文中 虽然否认犯刑 但是他这个法官认为检察官所说的 就是李文中可能会串联 勾结一些还在外在逃的共犯 来影响整个证据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 所以事情还会继续往上面烧 虽然已经到了后端 但还有共犯 然后这些共犯是目前可能还没有曝光的 那到底是谁 是不是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 在黄珊珊在整个金华城里面 她到底她的角色是如何 而这一个可能的共犯是不是就是黄珊珊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等检察官 再跟大家进一步来报告 李文中像卫星集团被报 2020年底有7个人捐了共210万的 政治献金的领重党 那刚好陈佩奇也在2020年那段时间 密集的去ATM提令总共157万 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些毛利 这些金流都非常的异常嘛 就是刚好在柯文哲重新受理了 金华城的澄清案 然后交办的时候 却有陈佩奇有异常的金流 157万 而民众党就收到了 微经集团7个员工 210万的捐款 这都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说柯文哲一边交办 然后一边收钱嘛 然后这些金流 分别的流向了民众党 跟流向了陈佩奇嘛 这是会让人家觉得 那你讲都后 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 比巧克力还要巧的事情 都发生在民众党 都发生在柯文哲身边 然后他们现在用所谓的合法的方式 说这些政治现金都是合法的捐款 来转移 这个非法的这个交办 因为金华城的容积就是违法违规的 那你为了违法违规的事情 来交办 然后另外一方面 用所谓的政党来收钱 难道民众党已经变成柯文哲的洗钱工具吗 这真的会让人家有这样的职 有些感觉民众党没有办法解释说 这个金流的来源 然后孙黄国昌也是说 那他把那个郑文灿拿来做比较 民众党也认为说是在罗之入罪 我觉得民众党跟黄国昌对于 柯文哲在这个案子上面 开始出现金流这件事情 他所有的辩驳真的都非常的苍白无力 罗之罪名这件事情 我大概已经听了一百万次了 但有没有更新的讲法 到底为什么民众党会在那个时间点 刚好收到威京集团七个员工 上限三十万的捐款 金额高达两百一十万 除了现在被暴露出来的这些人之外 还有没有更多 我都觉得这是值得去质疑的 所以民众党应该要解释 民众党不是柯文哲的洗钱工序 应该勇敢的去解释这一件事情 而不是在那边逃避 用一些所谓的这个词句 或者是说都是执政当局来应扣罪名 我想如果没有这些金流 不会有人扣你这些罪名 但就是有这些金流 而这些金流就是从威京集团流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不要再雇主幼儿言他 不要再用什么罗资罪名这种空白 苍白无力的说辞来帮柯文哲辩护人 徐晓星九月初的时候被问到朱雅虎事件 他还说北剑找错人 但现在朱雅虎被咨压了 徐晓星好像就没有在说话 他是不是当时 你觉得他到底是不是知道状况 然后还护航 还是他其实不知道 徐晓星应该要自己出来讲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他帮朱雅虎的辩护真的是辩护得非常的大声 而且还痛凑这个北剑 认为北剑根本就扮错人造错人 那现在连朱雅虎都自己承认他有行贿 那无疑就是打脸的徐晓星 那徐晓星针对这个讲法 他是不是自己应该要先出来道歉 先对北剑道歉吧 因为他当时还说北剑找错人 但北剑看来是非常有掌握 而且有他侦办的一个进度跟方向 还有一个他的节奏 那徐晓星针对于他偷臭 凑错这个北剑这件事情 是不是应该要出来道歉洗满风 这个身为一个立委 竟然这个质疑错了 就应该要有预认错吧 那另外就是说 到底为什么徐晓星 当时要干冒这么大的风险 如果他跟朱雅虎不熟 他跟金华城这个案子不熟的话 他帮朱雅虎当时做那样的辩护 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徐晓星当时这么勇敢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跟朱雅虎之后有认识 或者是跟金华城这个案子非常熟悉 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把握吗 所以我也觉得徐晓星 应该出来讲清楚说一句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